怎麼樣的人適合讀修韻系呢? 第一個是你喜歡嘗試很多的領域的人 因為我們系的課程跟課程之間比較沒有關聯 所以不會有那種被擋修的情況 你可以同時修很多不同的課 來找到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那我剛剛也有提過 我們系上很鼓勵雙主修 所以你也可以多多去修其他科系的課程 再來是你要不討厭運動 雖然你不用很會運動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運動的話 在上我們的術科課程的時候就會感到很厭煩 那我們的術科就是至少要修十學分 也就是上十堂體育課的意思 修韻系帶給我的第一個能力是報告的能力 因為我們有很多課程都要上台報告 所以在這之中你就可以訓練到PPT製作 還有跟組員討論的能力 那每一個老師喜歡的報告風格都不太一樣 像是有其中一個老師就很喜歡你上 你認真準備然後甚至是上台表演 吸引台下同學的注意力 那另一個老師就想講求實際的數字數據等等 在這之中可以訓練各種不同報告風格的能力 另外一個是實務能力 因為我們系很常自己辦比賽或者是辦營隊 像是今年的三月 系上的同學就組成了12個人的團隊 辦了一場1900人參加的紙飛機路跑 還有辦給高中生參加的修運營 也是在活動開始前的三個多月就開始準備 只為了帶給那三天來參加的學員最好的體驗 另外就是讀這個系之後我嘗試過了很多我之前沒有做過的運動 像水運運動比如說衝浪快艇滑水風浪板 或者是有氧運動就像是高低衝擊有氧 或者是階梯有氧拉丁有氧等等 這些課程都很有趣 那接下來我要來比較一下台北大學的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跟國立台灣體育大學的休閒運動學系 因為我們是休閒運動管理系 所以我們是屬於商學院的 那他們是休閒運動學系 是屬於運動產業學院 我們的休運指的是休閒和運動分開的 兩個不同的領域 那他們的休閒運動指的是相對於競技運動 休閒運動是讓一般人來參加的運動 那我們的課程比較偏向管理理論 他們的課程比較偏向食物面 像是指導或是規劃等等 不過他們也有一個學群是在上休閒管理的課程的 那我們的未來出路有什麼呢 如果你想要繼續讀研究所的話也可以 像是成大或是師大的 都有休閒運動管理相關的研究所 但是因為我們有學一些基礎的商業知識 所以你也可以去考其他的商業學研究所 像是我有一個學界就去考了氣管系的研究所 那如果你要開始工作的話 就可以到運動產業 那運動產業就包含運動中心 健身房 運動行銷公司等等 擔任教練 賽會活動規劃的職務 如果你想要去休閒產業的話 你可以去飯店 旅行社 或者是一些觀光相關的產業 擔任行銷 公關業務 或者是領隊導遊等等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創業 就是完全的運用了大學所學到的商業 商學知識 像我們系上有一個畢業的學長 就在學校附近 開了一間健身餐的餐廳 謝謝 展超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